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最近曼联1比1被狼队逼平的比赛中 桑切斯在比赛结束前30分钟就被换下 本赛季他只有一场打满全场 8月10日英超首轮2-1来斯特城 牧帅显然对他的状态也开始产生怀疑 对狼队这场比赛 桑切斯16次丢失控球 只有一脚射门 而且还是通过任意球取得 哪怕是这一次在威胁区域的任意球 他也没能打正 皮球直飞看台 自从加盟曼联后 桑切斯只有三力入球 而且最近一次得分 已经是三月底的事情 在他上次进球至今的几个月里 中卫斯莫林都已经打入三球 上赛季刚来曼联 桑切斯12场英超先发只打进两球 表现绝非合格 但人们还可以用他出来诈到作为解释 希望他今下 无需踢使戒飞 经过充分休假可以恢复状态 曼联的夏季集训期间 桑切斯一度因为签证问题缺席美国拉链 不过很快解决 飞赴北美热身赛表现不错 让球迷看到希望 然而英超开幕后 桑切斯却有恢复成绩 他唯一值得称到的是 每次出场肯定全力以赴 然而真正贡献着实有限 如果桑切斯只是与姆西塔梁交换 周心15万磅左右的球员 那么这一表现还可以接受 但作为队内第一高薪 神批传奇的七号球衣 智力边风如今的发挥 显然无法令人满足 尤其是对狼队的表现 桑切斯上周中没有参加欧冠 不存在疲劳问题 他的表现不佳 纯粹是个人状态 原因所致 桑切斯的进攻状态暴跌 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 场均只有2.43次射门 比指引生涯任何时期都更低 而场均1.08次射政 则被英国每日有报嘲讽为可笑数据 因为在曼联战术体系中 桑切斯是得到木帅最大的耐心和自由的球员之一 甚至为他不稀气用马夏尔和拉什福德 或者让两人踢不习惯的右边风 然而在自己最熟悉的左边风位置 桑切斯赛季至今只有一次助攻的贡献 1月加盟迄今各项赛事 23场也只有3球6助攻 除了射门方面表现不佳 他的盘贷水平也显著弱化 场均3.24次过人尝试 只有1.35次成功 对比2014-15赛季出到英超 少了足足一半 英国曼彻斯特晚报断言 曼联的这次转会是个错误 曼联将帅目前仍然力挺桑切斯 连伯格巴都表示 你必须知道阿莱克西斯一件事 他是个刻苦工作的球员 他的训练非常棒 总是努力争取帮助球队 与全队沟通 他会习惯的 当你效力另一支球队很长时间 踢着不同的足球 转会后必然会有适应期 他踢的也不差 我们都知道桑切斯能带来很多 我相信他会做到 问题在于 一个年薪两千万磅的球员 不可能要求人们给他充足的耐心和体量 考虑到桑切斯转会 为曼联带来的其他消极影响 要想征服球你 智力边风必须尽快拿出好的表现 例如周六对西汉姆来一次冒字戏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